还可以耍 跟角色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不起 跟角色有冲突的时候 这个角色你比如像诗姑 总不能耍帅了吧 对啊对啊 我不会就有时候 从刚才那个电影 就是五虎那个决裂之后 我就选择哪一些是要耍 哪一些不耍 那个戏就是错了 好我追问一下 耍帅的时候有什么特定的动作 或者有什么心理建设是 此时我要 这个已经可能是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这种习惯是 然后中间有点事故之后 有一段时间我们拍的戏 都尽量不要有那个出现 对 然后最近 最近这个人潮慵恿 有一个回头的镜头 我们拍了一个晚上 就抱着那个头盔 然后回头 这样回头 然后导演说 你要找回你25岁的时候的回头 嗯 就是 对 天若有情时候的回头 对 我跟他说 我找了四次 五十岁的回头 五十岁的回头 好 来我们看一下 五虎的另外四虎 给刘先生的祝福 嗯 我估计他真的是能成功到一百岁 然后更祝福他心理健康 家庭美满 他家里人都幸福美满 其实跟电视剧大尔电影 我跟刘德华一起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希望在网络的日子里面 他会有很多好作品送给观众 这个演员可以在这个演艺圈 生存到四十年了 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嗯 所以在这里我重新祝福 刘德华先生呢 继续发挥你的憧憬啊 做到一百岁 恭喜恭喜 哈哈哈哈 华仔 辛苦了四十年 实在是太不容易 华仔 我为你感到骄傲 接下来 我希望你好好享受家庭生活 享受你的工作 不要太辛苦 I love you 都是真爱 有两个人希望你能够工作到一百岁 有一个希望你有更好的作品 嗯 三哥希望你有更多的时间 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 嗯 你愿意听哪个 我们先不要说我们自己吧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希望 有开心的事情 五虎你就找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什么困难 我一定会找朋友 也不丢人嘛 嗯 对不对 那希望我们的友谊 能多长就多长 我们永远保持 我们这种五虎一起的力量 嗯 谢谢 刚才导演已经提示我说 我们有点超时 对不起 请抖音 抖音你们准备一下 如果今天超时就超时 反正是直播嘛 然后多超一点就多超一点 我们把所有我们想聊的 所有网友关心的问题 都跟华仔难得的机会 来跟他交流 大家网友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打在屏幕上面 看看大家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也都可以 继续跟他来沟通 嗯 嗯 华仔我想继续问 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 我们并不是很熟 谢谢你来 请我来来帮你做这个采访 我们见过两三次 但是每一次 比如说我们在餐厅里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都是从餐厅的正门进来 你是从餐厅的后门 就是从厨房那个通道过来的 然后其实就是你会避开大众的视野 我跟我的团队讲 我说我特别想问刘先生 他住酒店他有做过课题吗 他会不会就是每一次都是地库 然后工作梯 然后避开大家 然后这种生活节奏对你来说已经多久了 我也不是也不是没用普通的那个 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公司的习惯嘛 其实有时候我私人的生活 那我就会用自己 就是平常正常人的 但是可能戴个帽 然后弄个口罩这样 就可以了 但是有时候工作的话 我们都会安排 他们都会安排保安 然后跟酒店 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些活动 那大家就会开一个房间给我 然后从上面好像 好像什么运那些珠宝的那种 有五个保安 然后那个特殊的通报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配合吧 我也配合这种生活 其实这 我是无所谓 对比是你一定要的东西 对吗 不一定 但可能比较特别吧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特别 好 谢谢 谢谢 换个话题 你还是很特别 真的 说实话 我朋友介绍说让我去跟你 有机会去拜访你的时候 我内心还是很 当时是非常激动的 而且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传说 你是一个 一个传奇 一个不管是港台娱乐圈也好 还是整个 其实是四十年来 中国发展过程当中 全过程的见证者 这中间有香港的 娱乐事业的发展 有大陆的娱乐事业的发展 是从一个中国还积弱 积贫的时代 一直到今天这个状态的 一个全程的见证者 你今天讲 讲普通话 然后跟我们 跟所有的这些网友们 做这么多深入的这些交流 所以其实你是 见证着整个这个时代的化石 所以我那一刻 我还是很激动的 但是我有一个天然的问题 就是想说 你知道 以你的四十年的经历 你牺牲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牺牲掉的 个人的那一部分 在你心里面有计算过吗 那个 那个很难说 就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书 什么 有一些人 他为很多事情牺牲 你用这个词 来形容他的手 他是 他是想 这是一种幸福 就是被 但是如果你自己说 我为了这个牺牲 那个是有一点点 很奇怪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是选择 只是你选择怎么样 生活而已 这个世界没有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就有时候 我跟爸爸妈妈的时候 他就管我这个 管我那个 我就反抗 然后找到我爱的人 他说什么 就什么 你就觉得 我选择的 那只要你选择的 你就 你就 你就得 认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 不算什么牺牲 是一个选择 对 你是那种一路 要赢的性格吗 我不能输 在你的字典里 也不要输得太难看 在你的字典里 没有输这个字 也没有 输了就输了 不要想那么多 这个也是 也是选择嘛 就是你输了 你还记着 你下一次 你就会 就会 吓到了 你的这种 要赢和 要强的这种性格 是从小就这样吗 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我只是 我觉得 我从小开始 有一个 很简单的 的想法 就比如说 我跑一百 然后那个时候 十二秒 整 是一个基础 那我们必须要达到 这基本 我们必须要达到 就我觉得 你达到 那个水准 比如说我演戏 我没有说 我比谁好 但是我基础 是达标的 然后我唱歌 我是达标的 就是这个 是我觉得 必须要达到的 就有一次 就如果有一次 我没达标的话 我就会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然后中间会 那天谁啊 谁听过 我唱不好 找他回来 再听一次 我唱怎么样 我是那种人 唱歌和演戏 这两个方向 哪一个 你的天赋 更好一些 可能大家会 有一点奇怪 我觉得我唱歌 比演戏好 你笑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 大家会 觉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大家 很宽容 他真的给了 40年我练习去进步 对 你从小就觉得 自己唱歌是 是OK的 是很好的 我是OK的 是OK的 对 有人说你不OK吗 很多 很多 我记得好像你 刚刚到歌坛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你 唱歌是不OK的 不OK的 那时候你心里面 怎么想 他们 他们看错了 他们看错了 我是能唱的 华斋你知道 我看你的好多资料 但是 这是因为这次要做交流 但是没有做这些交流之前 我在见你面之前 我看新闻 你有一句话 一直是我 我跟我们公司的同事 小朋友都一直在说 我说刘先生有一句话 一直是激励我的一个动力 就是别人说他 你唱歌不OK的时候 他的态度叫做 没关系 我唱到你觉得OK 这句话 给我的那个内在力量 特别大 可能对你来说是 只是你的人生态度的一种 但是 可能我特别容易放弃 你不是那种会放弃的人 这不是放弃不放弃 有时候你不放弃也不行 只是我真的是比较幸运的 就跟刚刚我说过 就是我比较幸运 就是大家真的捧着我 然后有时候我不够好的时候 他就有时间 而且这个空间是蛮宽的 那我还有就是 在我身边有一些前辈 可能大家不认识 就是在我离开那个 那个无限到电影的那个时候 他们也常常跟我说 常常跟我说 就是你要成功 就是不要 那如果有人战场你的时候 你自自反思 然后如果你怕失败 或者是你不想失败的话 你试试看 人家所有的批判 你就句句反驳 你就必定失败 这是他们那么多年下来 友好的 不是一个演员跟我们说 成功的跟你说 失败的跟你说 总结起来就是那两句话 自自反思 然后不要句句反驳 自自反思 不要句句反驳 在香港 要当一个顶级的艺人 是歌影士 一般都要同时发展 对吧 香港可能的市场比较小吧 然后真的是 如果有一些人 他真的在一个领域 真的发展得特别好的时候 他可以在一个领域 其他的几个领域 是supporting的 那有些人是 他需要三个 才可以平衡他自己的事业 这样 你在唱歌这件事情上 你发力最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四大天王之前 对吗 我唱歌啊 对啊 就是你最多的 在你事业的重心 最丰重的 花时间最多的是 四大天王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跟电影不一样 电影就是真的 你两个月三个月 你真的一年有五部电影 你都需要两个月才见你一次 但是他每个星期都会有榜 每个星期 榜 然后你发一首歌 你要维持在那个榜上面 差不多你需要有六个月到八个月 它才可以成为年底的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战争 你会每天都看那个榜吗 每天都看那个榜吗 每天我不看 公司都会给你看 所以那个压力是 是非常大的 如影随形的 对 那个时候是 歌真的是 真的花时间很多 然后压力也很大 你们四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是什么样的 对我来说 我看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 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 公司和团队 刚刚四大天王前三年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是同一家公司的 就是学友黎明 我是同一家公司的 那你们能碰到吗 除了活动 碰到 那活动大家都安排得好好的 会安置较劲吗 你没有办法你自己较劲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那个时候真的是市场 市场 不管是歌迷影迷 或者是不同的电台 他们都需要喜欢你的 他没任何操作 94年年底的时候 我在大陆 我在帮其中的一位天王 拍他的MV在北京 然后我记得当时 香港团队给我们的要求是 这位天王比如在这边拍摄 然后他吃饭那个餐厅 是不可以放刘德华的歌的 你当时出去有这个要求吗 没有 不是你的要求 我相信可能也不是他的要求 是团队的要求 就是他反映了你们当时之间的那种竞争状态 我反而觉得他是他们自己觉得吧 他们在外在外界看来也是我们竞争的很激烈 他们也觉得不要让人家不好受 对吧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真的是老板了 有些音乐的 我真的有一年我拿不到最受欢迎男歌手 输了 整个公司每天都好像是 真的 哇 那种 不好说那种感觉 他们真的是好像家人有问题 然后我的压力就是 我那年 我那年喜欢打保龄球 就时间就没有放在宣传上面 所以结果就绑没打上去 结果就输了 他们就觉得我就那年开始不打保龄球了 回来练歌了 回来 对 你保龄球是打的专业水平的对吧 以前 好像就要参加那种国际大赛的那种水平 对 人家不让你去是吧 没有不让 那只是传闻了 传闻了 因为那个时候它需要 就如果你代表一个地方 那你需要就是要有多少跟他们的团队 就是港队一起练 一起练多少个小时 你才可以代表 你没有那个时间 我没那个时间 对 四大天王在九十年代有人统计过 一共开了一千六百多场演唱会 四个人 一共开了一千六百场 香港 在哪 在哪里 也许是 也许香港大陆全算上 整个九十年代 一千六百场 你有算过 你开了多少场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应该 我忘了 我真的忘了 我好像 我真的不敢说 我应该是几年 我再红看超过一百场 对 这是体育馆 对 所以我们说 给华仔做一个四十周年的纪念 然后好像阵仗很大 然后特技很炫 但是他说这就是平常的一天 因为他的四十年真的就是这么过来的 对 你觉得 就是你觉得因为每一次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人跟我说 他你这是小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经过 我真的没有那种时间的概念 这四十年对我来说 可能快乐的时间特别快 就这样就过了 我没有 我没有感觉自己忽然间已经 已经快六十了 这个公事不能说的 他们嘱咐我了 说不要说这个话题 在工作当中 你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是收工的时候吗 还是工作开始之前的时候 我没有工作时间跟放工的时间 我每天都是在那个 我是那种 比如说我在舞台 我们就舞台享受 然后我到下面排练 我就排练享受 然后到后面 跟工作人员 我就跟工作人员享受 我回家就回家享受 我没有分 已经拉平了 对 拉成一条线了 四十年 我们看看 看看弹幕里面有什么问题 今天流量好大 让你喝点水 让你喝点水 暖心的 用户说 永远的 你有水吗 我有 谢谢 我后面有 好多人在问说 四大天王是什么 自行搜索 自行搜索 当一个 有一个关键词叫 偶像 当一个偶像 你刚才前面说 你年轻的时候 你刚出道的时候 偶像是 周润发 对 后来 你就是那个 你就是那个偶像 发在你觉得偶像 有什么是 一定要做到的 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我以前分不出来 然后现在有了 有了小孩之后 就觉得 偶像就跟爸爸一样 我们需要有一个模样 有个榜样 有个榜样 对 就有时候 对 那种就选择嘛 不能说是医生 这是选择 这个是 有很多人 或者是很多爸爸妈妈 需要你 去跟他的 他的 年轻的一代 然后有一个 好的说法 这样 对 所以其实 不用分一定要做什么 和一定不要做什么 你就想着 你永远是别人的榜样 你的言行 可能会影响到别人 对 这是要一个 这是一个做偶像的 一个基础 对 基本 其实 今天这个时代 偶像这个词被 就或多或少地被误读了 很多人就叫偶像 偶像就指那些 年轻的帅哥呀 靓妹呀 偶像 偶像一定是青春的 偶像一定是大流量的 偶像一定是什么什么 这是对偶像这个词的 一个狭窄的理解 偶像更多的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它是榜样 因为 别人会看你的样子 他对你的那个 他对你的那种学习 是潜移默化的 你可能受过 别的偶像的影响 别的榜样的影响 变成了今天的刘德华 但是你这四十年 真的影响了好多人 我们这次准备这个节目导演组 采访了很多 被你影响的偶像 然后今天有一个短视频 我们看一下是 另外一位偶像 李一峰 大家好 我是李一峰 我讲一讲关于跟 我的偶像的一些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 刘德华这个人的时候 是在1992年的一天 我爸妈正在看一个电视节目 节目里面正在放一首MV 里面有一个 穿着红色西装 很帅的一个人在唱歌 在唱着 那个歌的名字叫做 谢谢你的爱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刘德华就进入到了 一个五岁小朋友的 志也当中 就记住了这个人 这一记住 就是整整29年 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刘德华的粉丝 也非常荣幸我有这么一个 跨越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偶像 所有刘德华的故事 我们作为粉丝的话都知道 他的完美 他的勤奋 他的努力 他的辛苦 他带给了我们很多 希望华哥能够身体健康 也希望华哥今天能够玩得开心 拜拜 我见过很多很多新的偶像 然后也见过就是在不同地方的 就是在香港 在很多世界各地的地方 当然 他们都常常会说 就是几岁几岁就看我 然后他就给我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希望他们是跟我一起成长的 然后我能够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一种努力吧 就是一个努力 就再大的梦想 再大的梦想 都是从一个平常的躯体开始的 所以有时候一生需要自己的好点 就是那个优点跟缺点都有 我也曾经说过 只要因为人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可以用灵性 解决很多很多解决我们的缺点 变成一个真的值得 大家去支持的一个演员或是艺人 那希望就是我这种行为 能够继续影响往后的朋友吧 其实自律对于偶像来说 就变得格外重要 自律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把努力当成习惯 慢慢就出现自律 你没有想过让自己懒一下吗 其实我也懒 自律不代表不懒 自律是一种非常难得达到的事 刚刚好 不多 不少 这个才是自律 就有些人拼命 哇 不停地做 那可能影响更大 那不停 就是很自律地去唱歌 可能声音声带 其实我现在 声带也开始出现问题了 对啊 刚才您提到自律的时候 你身体靠前倾 我看到你眼睛里面 有泪水在转 是想到了什么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吗 对啊 就是现在 现在已经过了那种 要想怎么做的时候 就是我的生活已经很 很自动地 会成为现在这种律动 那你有觉得自己委屈的时候吗 没有 你觉得 我不知道啊 什么会委屈 不会啊 不会 完全不会委屈 会自己 你还会掉眼泪吗 不会 当然会 现在年纪大了 就 就特别容易 为什么事掉眼泪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时候 很大一件事情 你也不会掉眼泪 有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在飞机上面 看了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就是 有一个 就是那种选收吧 就是老公就穿的那个 我忘了是什么 我知道 就是那个 因为他太太是植物人 然后老公穿了一个像鸡一样的一个衣服 是那个吗 不是 不是 是他唱歌的 他太太唱歌 他在旁边穿了一套好像是咸单操人的那个在跳舞 然后甩那个蒜 大蒜 那个就 那个时候刚刚 刚刚出现有一个飞机是斜的 这位置是斜的 就好像鱼骨的那种 然后我就哭到一套狐独 然后空姐在那边看着 刘先生不是有什么问题吗 哭吧哭吧不是罪 所以有时候 哭跟不哭 也不是说你说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戳到了 那个瞬间 对 四十年过去了 现在的感慨会比年轻的时候多吧 我只可以回答你一次 我没觉得我不年轻 所以不用感慨 面对批评的时候 比如说你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后来你自己写歌词 然后我看到有报道 黄瞻先生在世的时候 就批评你说你歌词写得不够好 我就再写吧 对啊 就写到 写到我应该是写到什么 他觉得我好了 我也忘了 就后来他就 哎呀真的写得不错 我说好啊 你晚了而已啊 你发现晚了呢 我看到那个 这是我第二个被触动的点 对 我看到 说他一直批评你写歌词写得不好 大概三年以后 你碰到他 你跟他说 詹博 骂我不要那么用力 然后后来他看你歌词写好了 他自己写一首歌送给你 他有写一首歌给我 但是不是因为我写歌好 就是他只是觉得 觉得我 就好像陈可欣啊 或者是有很多儿童生啊 所有导演 他就他就说 我不是佩服你的演技 也不是佩服你的格艺 我是佩服你的坚持 他说坚持了那么多年 还能怎样 就我们这种坚持 就值得我们支持 那所以他就 其实我告诉你 黄老师 他是第一个找我拍广告的人 然后我刚刚拍完《神雕侠女》 然后他就找我拍了一个广告 洗头发的广告 然后我们认识很久了 然后中间他有一些广告的一些 一些歌啊 我都有唱 就有唱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只是 因为他是一个很随意的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人家 他每一天都跟你说这个 说那个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而且他在他的那个作品里面 你真的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 然后让你觉得他 就觉得为他骄傲的地方 然后慢慢慢慢下来 就是他说 我说你的不好 永远都会成为你以后好的那种动力 他就是那种前辈 对 有很多 我有很多这种 说我不好的人 大部分都是比较爱我的 你也是很多人的前辈 你有帮过 你有 你现在看到那些小朋友 在经历 你年轻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 你会直接跟他们说吗 会 就直言不会 也不管他 讲话会比较小心点 因为他也没有错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 他没有经历过 就好像有时候 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首歌 他们经历的那个世界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